名称的代码 然后后面的4码是那个行政区 好像是这个样子了 那我现在提供给你们这个资料 这也是我从网路上去抓下来的 所以我就直接给你们 成品 这个 等一下 这个资料你们看一下 好请问一下6300是不是县市的代码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后面接 例如说6300代表是台北市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63000010是松山区 0020是信义区 好以此类推 所以就是这个代号代表台北市的松山区 可以吗 但是这里还有问题 请问这里面有没有台中县 台中县 这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那里面有台中县 为什么 我想跟你们再分析 其实你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2010年之前有台中县没错 可是你现在你在做资料数据合并的时候 你应该把2010年那时候的台中县 一样要归类算到台中市 听得懂 你不能说2020年之前一套 2010年之前一套 2011年之后一套 不可以这种观念 好了 那我想应该有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 等一下会有一些对应不起来的 好 我先把这个各县市的范例提供给你 它是csv的 稍微等我一下 好了 你们可以去下载了 也就是说 麻烦请你们 就是到我那范例 请到我的电脑教室 然后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 应该会多了一个县市行政区 请把这个csv档案下载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